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周三6月2日 推出了用于智能手机的 鸿蒙Harmony操作系统 希望从阻碍其手机业务的 美国制裁中恢复 华为将开始在选定的 智能手机型号上推出 鸿蒙HarmonyOS 为用户提供从目前基于 谷歌安卓平台的 操作系统转换的机会 使用鸿蒙意味着 该公司将不再完全依赖安卓 美国的制裁措施 禁止Alphabet公司的谷歌 为华为新的手机型号 提供技术支持 并禁止华为使用谷歌移动服务 对大多数安卓应用程序 所基于的开发者服务捆绑 与其说鸿蒙HarmonyOS 是一个类似的替代品 不如说它是一个物联网平台 旨在操作和连接其他设备 如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表 汽车和家电等 华为消费者业务集团 软件部总裁王成璐说 华为的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 让两亿部智能手机和一亿部 第三方智能设备 使用鸿蒙HarmonyOS 他自2016年以来 一直领导华为开发HarmonyOS的工作 华为作为中国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 在2019年5月发现自己 因国家安全问题 而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 华为一再否认它构成风险 然而美国的禁令 使华为的手机业务面临巨大压力 华为曾经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 现在排名第六 第一季度的市场份额为4% 华为在深圳总部举行的视频发布会上 公布了几款使用HarmonyOS的新产品 包括一款平板电脑 一款智能手表和一支手写笔 在华为举行发布会之前 美媒称华为试图挑战安卓 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但会是一场苦斗 美国华尔街日报6月2日报道称 华为面临的挑战 包括建立一个足够庞大的 软件开发者生态系统 建立一个足够庞大的用户群 来吸引开发者 并说服外部供应商 放弃一款经过时间考验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